我暈了四個 大家好,我是雪姨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拍攝 我的新屋 過來… 你去哪裡?不是這裡嗎? 不是…你…過來吧 過來吧 這間房子有點奇怪 也是我為何會買這間房子呢? 你跟我上來吧 來吧 不用怕啊… 終於到我新屋的大門口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這些 買樓投資 去看我私生活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下次買樓你就不會錯過了 不如現在立即去看看吧 Let's go 進來裝修之前 我打算帶大家看看它原先的模樣 裝修之後再跟大家看 不過裝修都可能要三、四個月了 我們一進來就是一個最吸引我 我第一次來看樓的地方 我一直都很想家裡有一個Illand 你明白嗎? 真是一個… 我很喜歡煮東西吃 很言論熟德的我 有這個Illand在這裡 多棒啊… 我一位大哥雲石 Island 這裡有… 水龍頭仔 煮飯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這個廚房很大 你可以站十個人在這裡 完全不必劫的 前業主留下的淚水器 但不知道為什麼前業主搬走了雪櫃 本來是雪櫃的 有一個我還沒看過 有一個微波爐 有一個暴露 這是什麼來的? 是一些便宜的牌子來不用 你是換那個什麼… Silly啊… 我們一走進來 我先去那邊 小燈頭 這個呢… 小燈頭 好多位小燈頭 這個裝置很不可以的 一個長方形的大廳 這個廳就四四正正 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這裡我想有一條小橫樑 就把這個梳化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間屋是沒有電視的 它就用投影器放在這裡 那前面外面都是一些 小小的海景 開陽的扭景 那不如我們先看看主人房吧 一進來… 喂…這些我真的… 你全家我最不喜歡這間屋 真是很和 好了 一進來就是主人房的位置 這張就是雙人床 不過這些我都會… 全部裝修都會整理好 就不喜歡這些怪 我也不喜歡這個床頭的小屋 不過這間房間 我自己覺得挺正的一個位置 就是一個… 好像日式風淚的感覺 就是這個浴光 其實它挺深的 你可以跟三個男人一起浸 都沒有問題 如果大家有看張敬軒那條影片 就知道我特別喜歡… 自己浸浴… 自己浸浴 因為前業主買了回來 好像大概三四年左右 她聲稱用了二百萬來裝修 我也挺喜歡這個浴光 不過這個浴光我一定會翻新的 過來這裡 一個簡單的再切 雙人的一個洗手盆 我們再看看房間裡面有什麼 一度走進來 就是女士夢寐以求的 一個小小的衣服間 可以把我的Burkin和Kelly組裝出來 不過這個位置也會裝修 好 不如現在帶大家看看 另外的房間 另外的攝影師房間 攝影師開始 一進來 她就跟我說 她也不想努力了 不如 她突然間 今天變得很溫柔 看到我之後 真的太厲害了 首先進來就是這個客廁 這個客廁竟然是最不用收拾的 當然這些有一點花了 當然要換過去 但我自己覺得 她住了三四年來講 都很優秀的 不過這個位置 我可能會加一個 Bring shower 甚至是有些客人來 也會有一個 極致的享受 攝影師有沒有興趣 裝修好之後 擺明是沒有興趣的 好了 這間房間就搞笑了 本身前業主就是一帝一女 一人一邊的房間 因為她用了小朋友的推門 本身我想換了她 但其實我又覺得 也挺好 這個位置我會做些甚麼呢 我會弄格聲 我會裝一些很漂亮的音響 這裡有地毯 這裡有小沙發 Chill 喝酒 或者弄韓式的 有些不規則的鏡子 就放在這裡 這裡是一個 這個叫做甚麼 自己做的櫃叫甚麼 入場櫃 入場櫃 入場櫃做到很高 我這三櫃在這裡 每一天就可以 這是我一個很放鬆 很Chill的area 打算是 這個位置 我就想這樣 我跟我設計師說的 這個位置 我是想做 TATAMI的那些 以前我們還可以 日本旅行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過富士山 他就會把TATAMI放在這裡 如果有機會有人過來睡 你就可以自己放一張床 而且在這個位置 我想做一張真的的書桌 就變成我可以在這個位置 我就可以真的做一下東西 打算這間房間是我的工作室 但上次跟設計師來看過 他就說 其實TATAMI睡得不太舒服 他會覺得 不如做一張可以 拍牆子拉下來的床 真的有需要才拉下來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有時在這裡做一下 都會在這裡睡著 其實還有一間房子的這間房子 不過也不錯 這裡是這個木 這個木是我全家的房子 他原先的裝飾 我最喜歡是心頭 對了 你又壞了 怎麼會這樣 啊這裡 對了 這裡就是有一間工人房 這間我不要 你住這間 你是這間 我那一間 看看你的表現如何 喂 這間就是一間工人房 不過我自己覺得這間工人房 其實也不錯 因為它是一個挺不錯的浴室 它有自己的環境 又有冷氣 坐廁 洗澡 甚麼都有 說真的 都挺正的 起碼大於我小時候的房子 好了 你會覺得 這間房子 極其量 1400呎 沒甚麼特別 怎麼吸引到你會賣 雪姨 當然啦 人稱投資界無寶不樂的我 來吧 這間房子 有些東西的 豈有些東西的 這間房子就是北角半山裡 真是…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也找不到第二間特色單位 塵都是我的 這裡是 先走出來吧 這裡厲害了 這裡將來就是一個… 我最放鬆的地方 1000呎的10呎的天台 總共的房子 我想差不多2400呎 為甚麼我會賣這個地方呢 就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是 不過半山 它是突然間 很少有一個 這麼特色的單位 全層都是你自己 而且 一出來 看到這個山景 就覺得很舒服 這個位置 我會蓋了旁邊的圍欄 遮住旁邊的 這個位置 就做了一些日積組合屋 用來做Storage 然後這個位置 就是駁回一條水路 去做一個 Zakushi 中間這個位置 哇 我跟設計師商量過 你會見到 哇 它的布 為甚麼破爛了 你知道嗎 原來這兩塊東西 是很貴的 是圓來的 它一打開 就一個縫 這樣 我這個位置 就會安裝了一個 戶外的影院 我希望是這樣 但是到時 可不可以做一道 就真的要四個月後才知道 大家可以坐在那裡 然後一個 不知道怎樣 拉到一個白色的膜 設計師說的 然後投射下去 那些朋友來到 就可以穿比堅尼 朋友來 為甚麼要穿比堅尼 不要管了 你那裡浸浴 在這裡看電影 再過來 我叫那些 很年輕的 那些叫甚麼 Namodo 在這裡做一些 BPQ Party 這個就是業主留下的一部機 他們說還可以用的 一個是燒烤 然後原來這裡 是要安裝的 叫GAS爐 我真的不知道 這裡已經有了 所有水龍頭 洗手的位置 將會都會安裝圍板 增加完美容 是不是 暫時 這間屋 我就很滿意了 不知道你又怎樣看 簡單介紹了我的新屋 如果大家想知道 裝修之後究竟是怎樣 和我預期是否一樣 就真的要三、四個月後見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就like影片 然後share 出來告訴你的朋友 原來… 如果你也有興趣浸浸 不妨在下面留言 我們… RandomPick 把頭像上DM我就可以了 拍一下Body Body 謝謝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